继周四勇士和爵士的比赛延期以后 本周六独行侠和勇士的比赛依然再度延期 这意味着如果你想再次看到库里哥哥打球 需要一直等到下一周的周四主场打老鹰 整整九天没有哥哥的比赛 这是度日如年的九天 是昌海桑田的九天 仿佛从起点的开端 跨越到了宇宙的热计 煎熬无尽的煎熬 不过好消息是 以独行侠的延期也给库里哥哥减少了很多压力 最近的凯里欧文实在是过于神勇 在对上呼人的铁桶阵之前 连续无场比赛 得分最少的比赛也拿到了33分 场均更是能够得到37.5分 防守端还有两段0.8盖帽 简直是整个NBA最恐怖的杀神 而众所周知 阿克流斯有脚后跟的困扰 哥哥也有防守的转类 欧文这样的杀神 是哥哥最为头疼的 当年总结赛的死亡三分 莉莉点目 对位的全面下风也让人心有余悸 能避免和欧文硬碰硬 我为哥哥感到庆幸 这者就是独行侠的卢卡东七奇 吃人就是翻白詹姆斯 球风过于狡猾 满脑子都是战术 尤其擅长点名 当年詹姆斯在总结赛给哥哥点的 往事不堪回首 说多了都是举报 这事不提了 总之那个詹姆斯他实在不像话 点出个五项数据两队第一 这在整个NBA历史都只有这么一回 而这个卢卡东七奇 平时也喜欢搞这些奇迹银巧 按我的理解 打球那肯定是得赢着五个人的防守 高难度后仰 或者是三分线外一百米 闭得眼远射 靠天吃饭 这个才叫观赏性 如果你总是抓住对手的软肋打 你自己是效率高了 球队打的是更流畅了 可伤害的是关战的球迷 我花钱买票进了场 就看你以高打敌四强连弱 那我为什么不拿个球去幼儿园踢馆 要花钱来这儿看你欺负没有防守的弱者 总之能够不和独行侠打比赛 好处还是有的 偶尔太狂暴 东七奇太狡猾 我也不想看哥哥被他们欺负 下周四打老鹰好 老鹰的球队现在四分五裂 球员人人插标卖手 当家核心防守水平跟哥哥不相伯仲 这正是势均力敌的较量 我就爱看这个 期待特雷扬和库里哥哥对标三分 你们拆拆他们谁投的更远